好,物類動物鍵完之後,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獅子的部分,把它使用進來 那獅子跟人家水獸這兩個類別,它是去繼承了這個物件 而且呢也有定義它為了跟一體的方法 OK,那我們現在先把獅子這個項鍵把它鍵起來 好,那一樣呢,我們在你的這一個獅子裡面按右鍵去按個File 同樣的選擇,就是C的Class 那這個名稱呢,我就把它選擇,叫做那部分 好,那直接不用 好,那一樣呢,跟你的部類是一樣的,那我們在 我們按1.h這個地方啊,我們要去繼承你的部類的類別嘛 所以說第一個,我們要先放進來 好,我們把部類的這一個標頭檔把它丟進來 那繼承的部分呢,我們就把它改成這一個部類 好,那繼承完之後呢,接下來呢 一樣呢,它有這一個它自己的 好,定義這個一樣就是的物件 那分別物件,有一個密件的方法或輸出嗎 好,那基本上呢,你上面有宣告的話 基本上這邊就空著就可以了 好,那除非你有特別指定 好,比如說 好,我們在m這邊 我們在m這邊 我們是有定義一個不一個的聲音方式 好,那我們在這裡只是空的而已嘛 那我們可以在那邊呢,我們去重新的定義它 好,所以說我們在h這邊就空了就不用用了 好,我們在m這邊 好,這種方法有多種啦,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 好,在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宣告一下你自己的 好,餵食的類比是多少 好,比如說 好,比如說 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個方法 好,我們先看看這個方法 它叫做default bit 好,就是用來突使你的那個 餵食的 是那個參數的屬性 好,那這邊呢,我們一樣 把這個複製下來 好,請再Pass 好,請anda 我打錯了應該因為我現在是可以的才對 好我們先預設一個這個Default的規定方法 那這個我們先改一下 這是Default的那另外一個呢我們的 壓軸瘦這個也是一樣 好先把這個移過來 我們一樣建一個 新的飯 那這裡我們把它去一次壓住手裡 那建起來之後呢同樣的呢我們要去繼承 我們的布魯任的那邊 按相同的呢我們在這邊我們去定義的方法一樣要做Default規定 好再點H檔 好那始作部分呢跟這邊是一樣的 直接控掛就好 好就好 對 我們就請你冷靜入 架子 低音 對 就來 这边只是参数的名称 拿出并去就好了 那真实别不一样 那这里呢 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一个我们的 那里面有生育 跟卫生的方式 那生育的方式里面呢 我们在每个 就是狮子跟人家对手这边呢 我们这一个生育的方式呢 我们先指定一个处置词给他 就是用一个Devoke Grid 这一个方法 那我们将护架的时候 我们就去护架他 那亚绩说不定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 有一个Devoke Grid的方法 那里面的 这一个呢 护架的时候 我们就预设把这一个生育的方式 一个指给他 那我先随便 生育的方式 跟这个不一样 那我改下好了 好 我先随便举计一下 这个是 好 我们两个分别的名称 把它去代表 好 那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这一个 就是 就是 这边我们刚刚画的 就是我们 上面这边有一个 固类动物里面有一个 固定人的属性 一个疫情的方法 那他跟人家有说呢 他特别继承我们的 整一个固类的类型 好 那分别呢 他有一个 我们有设定人的一个 好 我们有设定人的一个 好 固定人的 好的 固定人的 好 这方法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补调它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三个class之间的关系跟建立